谢欣颖误处李国义禁地。她大访表示,安心演出,正常男人会有的反应。 台势台湾名人唐金,十八分之三,天将装访台势《爱奇艺1006》的访客主要演员李国义,谢欣颖。 剧中两人个别首次尝试律师与记者的角色,李国义自嘲挑战律师角色让他脑神经,断了不少根。 现在不知道接回来了没有,面对动辄数页的台词,敬业的李国义在家蒙悲剧本,一度让妈妈误以为他中邪了。 他解释说,我不喜欢耽误大家时间,我是会给自己很大压力的人,两个礼拜前就会在家里准备好,到现场也是不断念念有词,像发疯了一样。 而饰演记者的谢欣颖则是爽朗坦诚,我的口条不好。所以那阵子一起床就是不停地看新闻,希望能够更加投入到角色里。 在剧中有一场谢欣颖误处理国义近地的戏,他大方表示,因为对手是谢欣颖,所以让我很安心去呈现,正常男人会有的反应。 不同于李国义的坦然,谢欣颖则笑说,那场戏我就是疯狂笑场,他表示因为当时躺在李国义胸膛上,他为配合剧情会发出一些很诡异的声音,让谢欣颖害羞说,因为靠很近,听得太清楚才忍不住笑场。 更多精彩的访谈内容,请锁定金,十八分之三,天晚间十点,还是新闻台播出的台湾名人堂。 李国义在接受主持人欧议会访问时回忆刚出道打盘甘苦,他曾开玩笑对妈妈说自己没饭吃了,没想到妈妈一秒落泪,而平时眼里的爸爸也不停叮咛他。 外面的女生很危险,面对父母的不放心,李国义也不付父母期望交出漂亮成绩单,他透露曾经觉得演戏只是赚钱,不过但却意外获得许多观众朋友支持,让他更珍惜拥有这份工作。 节目中李国义也感性地说,现在的信念是想替粉丝出一口气,希望当粉丝说出喜欢李国义时,周遭的人是认同的。 一旁因三度合作培养出好交情的谢欣颖也大赞李国义的转变,他说,觉得他就是从大男孩转变成一个男人。 李国义也透露欣赏谢欣颖直来直往的个性,这么多年他都没变,做最真的自己。 对此谢欣颖也感性表示对于当明星这件事还不适应,他说,以前只知道,演员,就是把戏演好,但现在不只是要把戏演好,还要给社会大众好的观感,不能有任何瑕疵,就像十全十美的明星。 这点让个性大拉拉拉的谢欣颖直呼,我到现在还不是很能理解。 更多精彩的访谈内容请锁定金,十八分之三,天晚间十点还是新闻台播出的台湾名人堂。